現在是看到我是不是 嘿哈囉 大家好 應該是都沒人 他不管 那個 今天 昨天我有說嘛 就是說我們有跟那個格納修 談好說 之後再回家 喝咖啡可以吃格納修的甜點 因為離我們很近 我們巷口走過去 他們就在我們對面而已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哇 我去網路上查格納修 哇生意超好的 老闆好厲害喔 好像我看有人寫說他好像是那個 在什麼 五星飯店裡面是做 做不是做主廚 我也不太知道 都看起來都 好好吃喔 所以我就昨天跟 跟那個 沈老闆講說那你推薦給我幾款 那個 他們的熱賣商品 我就買幾款回來 所以今天 今天這個直播就是說我要來吃吃看 我們格納修蛋糕的直播 我挑了幾款 大家看一下 先把畫面整到 這邊有三款 第一個是這個叫什麼什麼 他們的生巧克力 好像 像 我看網路評價都說他可以入口即化 所以等一下我來吃吃看 第二個是他們的檸檬塔 檸檬塔 檸檬塔 其實我本人其實沒有很喜歡吃 但是他說賣超好的 所以我就吃吃看好了 第三款 不太算是他們說好像是不太算是他的最暢銷 因為他是抹茶口味 抹茶是看每個人 好像各有喜好 有些人好像不太喜歡抹茶 但是我是超喜歡抹茶的 所以無論如何當然一定要買一個抹茶回來吃一下 所以我就主要挑這三款 今天先開箱這三款蛋糕 本來還有一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 這個是 伯爵紅茶 這什麼蛋糕 媽媽這叫什麼蛋糕 西風蛋糕 我對這種東西我也不太了解 因為昨天晚上 半夜的時候我老婆說她肚子有點餓 所以已經被 被吃掉一半多了 你看被吃掉 我等一下也來吃吃看 因為他們 我印象中好像都100 100到120 每一個喔 可是我有跟老闆聊 老闆她 我聽她講她用料都 她舉一個例子 就是那時候我們不是有 那個食安風暴 反而大成長 因為就大家都不敢吃那種 用料來路不明的 然後價錢很低低的 她說她花了很多成本在這種食材上 我這樣聽起來 我感覺我跟她這個人的對談 她這個人很誠懇的感覺 我昨天第一次見面了 但是我先把我的感覺 跟大家講 Anyway就是說 因為交朋友就是要 比較long term才有辦法真正熟悉 對方的個性 那我現在只是單純先從第一個 我跟她的第一次的見面 第二個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對於葛納修的評價 都是很多都是很正面的 而且他們是有一群很大的粉絲群的 好像那都是叫 他們把他們的粉絲群都叫做是什麼 欸 葛友 所以她 這絕對不是偶然的 所以今天我很開心 就是說我們維加可以跟葛納修 來做合作搭配 以後來我們維加喝咖啡 就可以吃葛納修蛋糕 而且我應該會推一個 特別的價錢我想 就是說可能一個幫葛納修 就是喝咖啡配蛋糕 可能 maybe 可以用什麼樣的價格 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好朋友 不過我在想想呢 我還沒想好 好 那我先來吃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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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這個生蛋糕好不好 哇 好讚喔 這個開一家店真的是不錯 還可以開箱來吃這個 吃這個好東西 好我先吃一下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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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仔說 那個我吃了多少 他就要吃多少 所以我也不能吃太多 我要留一些給他吃 等一下等一下 哇那個平衡器有點 有點秀朵秀朵 秀朵秀朵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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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應該怎麼試吃 我搞不太懂 那是要把畫面再切回到 那個正面這一塊嗎 切回來 切回來 切回來變成是用我在試吃的 這個畫面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來打我 可是我這樣一手拿著一手又要吃 很奇怪耶 可是不管啊就吃吧齁 聽說入口即化 吃吃看 真的入口即化 媽媽真的不錯耶 哇入口即化 這個好吃 這不知道一百一百二 讚耶這個 生巧克力 他們在網路上賣超好的耶 然後 這個是他們最推薦的一款 生巧克力 入口即化真的好好吃 見鬼 抱歉我再多吃一口 再吃其他的齁 好好吃喔 媽媽你要不要吃好好吃喔 你要留我三分之一給凝膠宅喔 我叫我老婆回來 可能不要讓他 我老婆 蛤什麼 不管了啦 我們先吃了啦 我覺得那個 好吃的東西還用叉子 太累了 阿 加盒拍水喔 流口水 你們趕快來吃阿 不真的好吃 阿 你看 欸你要留 你也吃得太真 你也吃得太假了 真的很好吃 真的入口即化 真的入口即化 好啦我要吃第二個第二個 對不起喔 對不起喔 阿加盒拍水喔 那個可以來 回家做阿 吃吃喝咖啡吃蛋糕 阿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 這個是那個 檸檬塔 可是我有講說我沒有 我本人沒有說很喜歡吃檸檬塔 阿不然不管 好抱歉抱歉 你先放下 留一些給你 檸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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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要先吃阿 你不要給我拿去 不用切啦 我直接給他啃下去了啦 管他的 那你就吃吧 阿因為我們昨天買的阿 我們昨天就買的阿 阿所以我有放冰箱 阿我其實我想說 他一定是現買 現吃一定是最好吃阿 阿可是 可是我們昨天 因為 很晚 就是阿6點多 已經吃完飯了 阿吃完飯 我就馬上要開這個開箱 我覺得 有點虐待自己 所以就等今天早上 再來吃這個開箱 你看這個檸檬塔 真材實要的檸檬塔 阿會斷你去 你們都不管了 試試看 哇 欸他這個裡面 讓大家看這裡面 這是檸檬那個嗎 他是這裡面耶 你看 哇 檸檬皮 並不是只有那個 他是酥皮 然後整個檸檬塔 這叫什麼 我也不太會形容 我也不是美食家 他這個是這裡面 這檸檬味道很重耶 這個 喔這個 喔這個 喔難怪 換我換我換我 難怪他聲音這麼好耶 見鬼了 欸你都要吃很大口耶 欸這個檸檬塔好吃耶 欸我不是 嗯 我不是為了要推薦大家說 檸檬塔就是 他們很好吃 所以才硬說好吃 這個是 他這個酸酸甜甜 真的是 嗯 很很很很特別耶 這個 這個 嗯 喔這個 這個 這已經放了一天 一個 這是我們放的冰箱 放了一晚上耶 所以還是很好吃的 哇 哇這個 檸檬塔這個 欸我蠻推薦大家的耶 當然 生巧克力 那個入口即外 也很讚啦 可是 我連我這個 不是很喜歡吃 檸檬塔的人 都覺得這個 檸檬塔很好吃 所以 嗯 嗯 真的一定要 真的要 你們可以買買看 好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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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就是我個人最愛的 將將 我個人最愛這個 抹茶 你看它上面還有這叫什麼 欸這叫什麼 馬可 馬可龍 對啊 馬卡龍 裡面還有馬卡龍 小小的一顆啊 因為小馬卡龍 好像超難做的耶 所以 它這個不知道是100 反正它其實都不便宜啦 但是 你如果用料實在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接受 因為就CP值嘛 反正我們現在買任何東西 其實都是講求CP值 我也不敢買那種便宜 然後你用料是用得很差 我寧願說 我今天想吃 然後我用料用得好 然後這個價位我可以接受 所以 我覺得 剛好它就在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巷口鞋對面 所以真的是 真的很讚 那我吃吃看 不管這樣 不管做得怎麼樣 一定我都會講好 可是 我就是因為常 我就是因為愛吃抹茶 所以喔 抹茶 真的好的抹茶 它那個味道是很香很濃郁的 它並不是說像那種 因為我們自己做這塊 我們之前還有研究說 要做那個抹茶的那個 我們自己要抹茶 抹茶的 不知道是咖啡奶茶 我們有去研究過 所以我們有去買過 買過抹茶 抹茶 抹茶是超貴的 並不是說 可是你如果是便宜的抹茶 它那個整了一大包 一大包才多少錢 那種抹茶 就不行 真的就很 就不太行 所以 所以來吃吃看這個抹茶 喔 我每次都是喔 它這個酥皮 放了昨天到今天 這樣一個晚上還是很酥 然後 嗯 我感受一下喔 喔 真的很好吃 喔 多好酷喔 它這個抹茶好 它這個一定是用我們之前買的那個很貴 小金元 不是嗎 不是小金元嗎 哇 欸 我們那時候是拿哪一個 我們冰箱裡面還有 嗯 對啊 哇 它這個抹茶 裡面都是抹茶喔 你看 哇 這個抹茶真的 也超好吃的 這個 這個 配咖啡真的超棒的 答對了 真的 而且你也知道 我老婆的咖啡是 就像他講的 他挑豆挑的很痛苦的 他 每一家店都說會挑豆 可是 那個挑豆還是有分 就是你的那個 你真的是在爭挑豆還假挑豆 那你看 以我老婆 他這種 他這麼龜毛的人 他是比我還龜毛 我是 我是那種 我很喜歡的事情 我會很認真 可是 那種苦工啊 幹嘛什麼 浪費時間那種 我是很懶得去做那種事情 所以 但是他不是啊 他就是標準的那種做事的人 他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幕僚 那就是 他 所以他咖啡可以挑 挑 可以把那些 很爛的 不要說很爛的 你就算一點點瑕疵 他都把它挑掉 所以我們的咖啡 有些人會說 啊 我一家的咖啡好像比較貴 可是 可是怎麼辦呢 就 就這樣子啊 因為 就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嘛 我們也可以不要挑豆賣給你 賣個便宜的給你 就看你要不要 我們是沒有這樣推 是也可以這樣推 但是沒有這樣推 所以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抹茶也是 也是真的是推薦很大 我覺得 我隨便買三個 好像都 就都很好吃 所以 真的大家來吃吃看 我要吃第四個嗎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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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邊吃了 我吃的滿身都是 我還有人都要留給你消失 所以 所以 對不起 對不起 anyway 就這樣 好啦 嗯 這個 他那個味道真的是很濃郁耶 這個 他的抹茶 嗯 真的 阿怎麼行動呢 他那個茶感的味道 是 是很重耶 好像很少 很少有人抹茶可以做到這麼濃郁的耶 真的是 真的是讚 佳兒真的 太感謝了 還好有你在現場 我們兩個就 今天我們兩個對話了 呵呵呵呵呵 好 這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 欸馬這什麼 西風蛋糕 紅茶的 你要不要拿他用 柏絕紅茶 他用什麼柏絕紅茶 用什麼料給大家看一下 我為什麼說他們都真材實料 因為我們在他們店的那個現場 看到他們用的那些 用料的那些罐子什麼的齁 你就知道每 唐寧的喔 你就知道他每個都是用很貴的那種東西 你看 他們的柏絕紅茶是用唐寧的 阿 你看如果真的要用爛的紅茶也很多 真的你要買 阿當然也有那種 你要花一個要買五百塊 阿當然也有 可是問題是那個沒有那個市場 誰要去買一個西風蛋糕五百塊 但是你用唐寧已經是超強的啦 這個 這個 我覺得像我們自己 柏絕紅茶也是用這個阿 他泡起來 他那個味道 我真的是 我自己都也是超喜歡的 當然我還是最常喝咖啡 但是我 sometimes還是會 喝紅茶 就是我老婆他有那種 我就很喜歡喝 林小仔也很喜歡喝紅茶 所以你看他的那個西風蛋糕 是用這種的 這叫什麼唐寧 其實我都不知道 這是我老婆講的 他對這種東西比較了解 阿昨天 你看 我已經被他剋一半走了 阿今天 還有沾了一點抹茶 我來吃吃看 真的 紅茶味道很濃郁 但是這種蛋糕我覺得 我 不是我的味 這算蛋糕 西風蛋糕 但是 怎麼說呢 我可能很少吃這種什麼西風蛋糕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因為食物是這樣 其實每個人喜好 都不太一樣 有的人喜歡A 有的人喜歡B 有的人喜歡D 但是 可能A給另外一個人吃 他就覺得他不喜歡 所以 Anyway 就是 以我的觀念 就是說你看我們咖啡也是 我也要準備很多種 因為就是 要給不同的 喜好的人喝 有的人喜歡喝酸 有的人喜歡 喝那個什麼 咖啡味比較重 有的人喜歡喝甘甜的 就是 每個人不一樣嘛 所以 一定要有很多種味 讓人家挑 所以我不會說 今天 我今天跟你硬說 我每一種都好吃的 這個 但是他的紅茶 是很讚的 他 我單單這樣聞 單單這樣聞 那個紅茶味就很重 所以 可以喜歡西風蛋糕的 然後又喜歡這種紅茶口味的 真的 也可以來試試看 不過他這小小一塊 60塊 也很強的 你知道嗎 但是不管啦 你就來 就來為家嘛 我們就是那個 我看我推個package 就是咖啡跟蛋糕 然後一個幫豆漿這樣 所以就大家 那個 有空就來為家 不過 不過要先預約啦 拍謝 你也知道 我跟我老婆兩個 我也亂亂跑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先那個 FB傳個訊息 或者是打個電話來 約個時間 欸 我怕你們會撲空 你們也知道 我們那個 那個那個 生活就是這樣嘛 生活要快樂 你看我們真的是 一天到晚都亂亂跑 有時候會跑去 像我上次有講說 我們在附近有一個那個 很好吃的那個排骨飯 我也是常常跑去吃啊 那你如果 我們可能今天 我跟老婆 我兒子去上學嘛 我跟老婆 兩個可能就 一兩點就跑去吃 那就是 午餐跟晚餐 所以 你看兩三點來 你就找不到了 然後有時候 可能林小仔來 我去接他 我去接他 那個放學 我早上就要去上學 我接他放學 然後 你看時間也佔我滿多 然後我又要做什麼事情 有時候就 又很忙 所以 所以一定要約啦 一定要約 咖啡配甜點 來聊是非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我再咬一口啊 這個要留給林小仔 OK 掰掰 那個 格納修 就在我們斜對面 你們來 然後或者是你們網路上搜尋一下 就很多部落客在 那個 comment說 我們格納修 他們的東西有多好吃啊 什麼的 好 就這樣 我還會去他們店啊 因為他們東西太多了 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一次把他們所有東西全部買回來 這樣子我會破產 當然還沒有開始做生意 就要先花一大堆錢 這樣也不太對 所以我只能挑幾個我喜歡吃的 好 OKOK 拜拜 我要按完成了喔 家和謝謝 從頭看到尾 感謝你 拜拜 還有另外一個是誰 我看不太出來 因為 對直播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anyway就 這樣子啊 感謝 拜拜 好吃喔 拜拜